好 这先把这个这这叫模具 先把这个这个模胎装模胎盒的这个这个模模胎盒呀取下来 上面有两个螺丝 你看拧下来 两个压根压着这个模胎盒 这边这边有两个螺丝 拉丝 拉着 拉着这个模胎盒呢 然后把这个卸下来 这这样模胎盒就取下来了 下来模具 这这就是模具 这就是活模 这个一拉就是下来了 然后拿这个 这这有两个螺丝 你送一下 两个螺丝压着这个压条呢 你送一下 把这个模具 这个模具条从这边推出来了 你在装新的时候 同样还放进去 呃 放进去以后 用这个压丝啊 把这个压条 把这个死模 一般的说这个模具不动 叫死模 把它压死 对的时候 一般下面还有一个孔 嗯 这也有一个孔 这也有一个孔 这个这个这个 模具上面也有一个孔 半圆孔 孔 在这个孔的中间 一般是这样对 中心对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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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放进去 应该装上去 装上了吗 对 怎么卸的 怎么卸的 还怎么装 哎 又装上去 然后拉丝 把这个盒拉丝 一定要上死 不让它动 上面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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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的 这个压根也要上死 这就是我模具 怎么换 挺简单